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宋 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这个麻将机的基本结构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掌握很多基础知识 然后呢,我们进行学习维修 或者是用买零皮件什么都比较方便 你有技术就不怕 上当受骗,就避免很多天 来,我们继续教学 这里看,这个操作盘四周有螺丝 我们拧掉,我们把昨天的重复一下 这上面有个螺丝,有两个螺丝 把这个头盘取下来 然后这个叫总成 这个叫消音罩 也叫隔音罩 这个叫螺旋条,也叫刮牌条 然后呢,我们要取下这个盘牌条 这个取下这个盘牌条 取下这个盘牌板 这边的盘牌板 大家看清楚 有的,你看这里就有一颗螺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螺丝给拧掉 有的是没有螺丝 有的有螺丝 来,我们把这个螺丝拧掉 这里有螺丝拧掉 然后把这个也取掉 你看这里有卡口 把它搬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你看这里,这里是卡住的 看见没有 我们把这个取开 这里有螺丝 看见没有 昨天我们有教学 这里有螺丝 在四方都有螺丝 你要取掉这个 才容易取得下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 取开 你看这上面有螺丝 这里有螺丝拧掉 这里有螺丝拧掉 特别是这里有螺丝 一定要记得 在这个位置里面 好,我们取掉这个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这边这块 取掉 然后我们取掉这边这一块 这样这个大盘就很容易取下来 轻松取下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怎么翻牌的 这个麻将 你看走在这里过来 你看这里这样过来 它就容易在这里翻过来 看见没有 嗯,我们再看一次 这样转过来 看见,转过来 它就翻过来 现在我们取消这个大盘 你看这里有个除此能 这个此能 就是这个电机此能 带动这个此能 转过来 这个叫滚轮 大盘的滚轮 然后就是这个 中间这个就是大盘座 这个下面就是中身杆 你看中身杆 这个线 下面就是主板 OK 关注我 学更多维修技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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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